声音和声美的文书差别 首先是文书数量上的差别 英国本科申请通过UCAS系统一篇文书通吃 也就是说这篇文书会发给你申请的所有的大学 所以这篇文书不要针对某一所大学定制 也不应具体提及大学的名称 而应该使这篇文书适合所有的申请大学的情况 申请美国本科一般使用Common App 或者加州系的申请系统 由一篇通用的主文书加几篇附加文书组成 通用的主文书是发给系统里的所有的美国大学的 附加文书则是根据各个大学的不同要求来写的 例如有的大学会问 为什么你适合这所大学 你能为这所大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所以申请五六所英国大学 只要一篇文书就够了 申请五六所美国大学 至少需要写十多篇 甚至二十多篇文书 第二点 由于阅读人员不同 所以文书的写法 要适合对应的阅读人员的口味 声音的文书 一般是所申请的专业学院的老师来打分的 所以专业性要强 申美的文书 第一轮阅读者往往是大学本校的学生 所以不要写得太健身 设想一个喜欢脑神经科学的同学 你的文书可能是一个文学式的学长来读 你要用什么样的文书来打动它呢 你独特的个人经历 成长感受 往往可以打动所有的文书阅读者 现在你知道你的文书该怎么写了吗